万里区的头前西岸在前年流的大雨冲刷后崩塌掏空导致土地流失 地主就担忧如果不巩固保护西岸 流失的土地会越来越多 因此今天立委黄国昌服务处也发起会刊要来改善这个问题 万里区西狄里头前西有一处约300公尺的西岸 在前年流的大雨冲刷后崩塌也有掏空的情况发生 当地的地主土地流失 在流失的土地上还有排水设施也一并损坏 地主担心若是不巩固保护西岸 流失的土地会越来越多 而排水设施的损坏大雨来袭时 雨水宣泄更是没有管道可以依循 为此今天立委黄国昌服务处也发起会刊 要来改善这个问题 它崩塌下来的话我会继续崩塌 你如果没有给它堆积起来 没有那个河岸没有做好 我上面那个就是那个马路旁边的水沟漏水啊 我会继续那个土地就会不见了 那个土壤啊土石会继续崩塌下来 就是这个原因啊 你需要帮你做护岸路的 对啊护岸做好以后 因为这是水沿这一条是那个基隆市的自来水沿地 所以这个应该喔 就是说那个护岸做好以后 那个污水啊才不会流到那个这个溪里面 那个护岸可能喔 还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这个工程 它是不是会连同这个部分做一起处理 那个地方我看起来是 现在不处理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那边有水流的关系 那水流如果因为有水流经过 你再没有处理 那个坡坎会越来越塌陷越大 地主表示 头前夕左岸大约300公尺 都因为六儿大雨而塌陷 而它的土地也因为流失流入河流之中 现在一年多过去 原本裸露的山壁也都长出直批 看不出当时灾害发生时的痕迹 但还是希望相关单位 可以帮忙协助忽安的失作 让土地不再流失 另外溪流还有疑似西岸掏空 引漠改道的情况发生 希望可以一并失作改善 今天其实有六个会勘处 那大多都是在去年的六号水灾 所造成 那当然我们也尽量希望 地方政府来处理 那当然如果需要我们中央的部分 我们也会要求水保局尽力协助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全部统整会看之后 然后将各个部分 看全署单位 然后那个 优先顺序 然后尽数的 让这些居民能够安心 从事意图中可以见到 头前溪疑似结弯取之直接流向山壁 再透过排水寒管流入下游的头前溪中 绿位黄国超服务处表示 今天会开要将前年六二大雨 在山区造成的损害一并来检视 并透过通盘的检讨排出修复工程的有限顺序 也期待借此还给当地居民 以及地主安全的生活环境 记者廖平函万里采放报道